第45題 三個圖中各個安培機的毒素大小比下列合者正確 我們可以假設每一個燈泡電阻是R 然後呢這個電壓是V 然後一個一個去帶V等於IR去算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我們也可以直接去想用比的 因為我們這邊的外面這通通都是並聯他們的電壓都一樣 在電壓一樣的時候呢I跟R會乘反比 所以我們要找到比例呢就用I跟R乘反比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這裡 他這裡有兩個燈泡所以有兩個電阻 那我們假設他這裡通過的電流是1 那麼I的電流就是1 那麼底下呢這邊呢電阻減半了 所以電流要變成兩倍 那麼1跟2會合起來變成物呢 所以物就會有3 那麼再回到這裡 那麼這邊也就是剛才講過的這一個燈泡一個電壓應該是兩倍電流所以這個就是2 所以甲就是2 那麼這邊有個2這裡有個2 所以釘就會合起來會變成4 那麼這邊呢每一個都是跟前面的那個一個燈泡 去並聯兩個電池的意思一樣 所以這個是2 這個是2 那麼這兩個並聯合在一起 所以變成丙呢 應該會變成4 那麼這個這邊還有一個2 那全部會合變成幾呢 應該是會是6 所以呢甲比以比比呢應該是甲比應該是2 比1 比4 2比1比4 所以上面的A跟B的說法都是錯的 而那個丁物幾的關係呢應該是4 3 6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答案要選租 所以第45提問 我們的讀數大小比的合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租丁比物比幾等於4比3比6